老人慷慨地帮助了露宿街头的流浪汉 可流浪汉不仅不领情 还无理地要求老人拿出钱包里的百元大钞 流浪汉觉得他太过吝啬 而老人觉得他应该说声谢谢 没想到这一句轻声的抱怨触犯到了流浪汉 争执间老人把他推翻在地 可自己的药品也随之掉落 老人一遍遍地恳求 这是老人危机时刻的救命药 流浪汉竟用这方式来报答老人的善心 尽管他的心中愁云惨淡 但也只能无助地捡起地上的残渣 这就是一个人晚年后生活的真实写照 老人的妻子在几个月前刚刚去世 而四个孩子们参加完妈妈的葬礼 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这天老人到超市挑选了上等的好酒 还吃巨资卖了一台烤肉机 不是他挥霍无毒 而是因为许久未见的孩子们 即将要回来看望他 老人精心布置到深夜 幻想着一家人吃着露天烧烤的美好场景 可一通电话打破了这个幻想 是小儿子 他说自己的乐队实在是太过繁忙 没有时间来看望他了 还没来得及失落 就发现大女儿和小女儿 也已经早早地留下了简讯 同样是生活不易 同样是工作繁忙 不仅是他们 就连大儿子也不能回来看望他了 老人的猜疑心开始作祟 难道孩子们真的不爱自己了吗 既然他们没有时间 那就主动去看望他们 可四个孩子分散在国家的各个地方 老人患有肺部纤维症 这么漫长的路途 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尽管医生最大程度地劝说 但老人的心中已经做出了决定 简单地收拾好行李就踏上了这段运途 老人的一生都在给电线涂抹保护层 其中的有毒物质 才导致老人患上了肺部疾病 也是他每周需要包上500公里的电线 才把孩子们送到了上流社会 乐队指挥 画家 舞蹈家 平面设计师 四个孩子一直都是老人逢人必谈的骄傲 中途经过几次折转 终于来到了大儿子的门前 但是老人一直等待到深夜 大儿子都没有回家 他提着行囊准备离开 正好发现了附近画廊里正在展现的油画 若款正是大儿子的名字 望着油画 老人的心中满是欣慰 第二天 老人见大儿子迟迟没有回家 便塞下一封信动身前往下一站 大女儿对他的到来并没有感觉到惊喜 并且和孙子的交谈中得知 他的成绩并不是女儿口中的班级第一 相反是全班倒数第一 到了晚饭时间 一家人的气氛十分别扭 似乎外孙和女婿之间有着很大的隔阂 老人为了缓解尴尬 提出要在这里多待几天 但女儿却说这几天工作实在太忙 没有时间照顾他 老人见词也没有过多为难 休息过后第二天就开始了奔波 来到小儿子乐队排练的地方 惊奇地发现 他并不是一个乐队指挥 而是一名平平无奇的鼓手 就算离开了舞台 排练也仍在继续 当老人提出要住几天的时候 他像大女儿一样 用瑕疵的谎言拒绝了老人 小儿子的骨子里透露着桀骜不逊 和父亲的对话中没有一点尊重 对生活的现状也是各种怨天尤人 老人看着孩子们对自己恶劣的态度和隐瞒 心中万般无奈 但尽管是这样 他也必须前往最后一站看望小女儿 老人看见了一名流浪汉露宿街头 出于善良 老人决定帮助他一下 但流浪汉不经意间看到了钱包中的百元大钞 两人心中各自的吝啬和无礼 让他们起了争执 没有医生特殊的药房 他就无法再买到药 只能一点点捡起剩余的残渣 虽然过程处处碰壁 老人还是坚持抵达了小女儿的住所 隔壁邻居外出有事 就把孩子交给了二人照顾 这一次 小女儿主动提出让老人多住几天 带着他好好地放松一下 但老人剩余的药物残渣已经所剩无几 如果明天不抓紧返程的话 恐怕自己坚持不了几天 老人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但为了缩短路程的时间 他不得不尝试一下 不巧的是 飞行途中遭遇了雷雨天气 飞机的震动逐渐变得剧烈 老人的呼吸也愈发急促 恍惚间 他还是在对孩子们的隐瞒感到不解 其实 大女儿的婚姻早已经瓦解 女婿已经很久没有住进家里了 小儿子说自己要去欧洲巡演 其实他最近几天甚至就没有一场演出 小女儿口中邻居家的孩子 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孩子 还有一直未曾出现的大儿子 他不明白孩子们到底对他隐瞒了多少 或者是自己对他们的期望 转化成了无比沉重的压力 等到醒来时 老人已经来到了医院 三个孩子默默地守护在病床边 他不关心自己的病情是否严重 他只想寻求一个真正的答案 老人不仅看出了他们的隐瞒 同样也看出大儿子遇到了麻烦 原来 大儿子一直都无法承受老人这么高的期望 加上工作中的诸多不顺 一连串的压力下染上了白糖 在一次过量的服用后 身体承受不住导致了身亡 这就是孩子们一直推托老人到来的原因 他们怕老人无法承受这一消息 一直在为大儿子的事情忙前忙后 老人不敢相信这一切 不曾想自己多年的期望 到最后竟换来这般的悲痛 这晚 他梦见了大儿子童年时的样子 当初他一直喜欢在墙上涂鸦 所以立志要当一名油漆工 老人告诉他 要当就当一名画家 油漆工涂刷的强小狗会对着撒尿 只有画家的作品 人们才会尊重 但现在老人只想说一句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为你感到骄傲 不久后 老人的身体恢复到了常态 他回到妻子的墓前 平和地向他聊起了这段复杂的旅程 其实大女儿离婚了 小儿子不是什么指挥家 但做一名鼓手倒也挺好 小女儿还为自己生下了一个胖胖的外孙 如果问这段旅程让他明白了什么 他并不知道 但是他不会再对孩子们要求什么 只要他们开心 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回报 之后老人回到了最初的那间画廊 想要买下大儿子的油画 可这幅作品早已被别人买走 老板看他失落的背影猜到了他的身份 老板带着他来到画廊的仓库 为他展示了大儿子的另一幅作品 老人看着画中一根根相连的电线 用尽全力压住即将蹦出的眼泪 或许不用多么成功的人生 这幅画就是老人最满意的回忆 到了第二年的圣诞节 满满的一家人在灯火的照应下 是多么的温暖 其实只要一家人能互相陪伴 生活总归不会过得太差 好了 今天的天伦之旅就说到这 想看更多正能量电影的老铁 留下手中的币 制作不易 感谢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